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点点迷失了行动力的感觉 做与不做 挣扎在做与不做的一个边缘 10月9号金星进入处女座 金星进入处女座以后 则代表着 我们会更加关注医疗 健康 社会福利等等的价值 这些的核心价值 劳工的价值是什么 同时金星也象征着爱情 那金星进入处女座以后 也意味着 如果你爱我就要把房间打扫干净 我爱你 所以我才会把垃圾带出去 一个懂得安排生活秩序的女性是美丽的 10月10号 水星在天上座恢复顺情 水星在天上座逆行的时候是9月的17号 那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觉得思绪好像是堵塞了 总觉得说话有一点点反复 有一点点犹豫 有一些计划总是觉得思路打不开 在建立一些合作关系的时候 或者是合同谈判的时候 无法进行下去 这个时候水星在天上座的零度恢复顺情 那一切都会慢慢好转 也会迅速地开始去为一些合作进行沟通 进行计划 我们在做文案的时候 也觉得思路下子会通畅很多 10月的11号 金星和火星合像在处女座 同时对分海王和凯隆 那金星和火星合像在处女座则 意味着要勇敢大胆地去表达爱 而且表达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务实的 要有序的 但是有可能在我们表达爱的时候 表现我们的行动力 或者追求核心价值的时候 会触动到对面的海王和凯隆 会觉得有一些非常久远的伤痛 会被触发出来 同时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迷失方向 或者是沉迷在一些久远的伤痛之中 10月13号 天秤座新月 新月的时候一般是一个萌芽 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在天秤座的新月则意味着可能我们会开始建立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有可能是合作关系 或者是爱情关系 伴侣关系 也有可能是随着水星的一个恢复顺行迎来了新月 那么我们的关系可能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0月16号 火星和木星合像在处女座 那么这个月初的时候觉得想做又不想做 会觉得行动迷失方向 那现在好了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明了 而且行动力会加大 我们可能会开始去关注医疗 健康 服务 实用性 10月24号 太阳进入天蝎 太阳在天正的时候 我们会以一种非常优雅 和谐 强调对等 这样来开创一些合作关系 那在天蝎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强调 情感上的忠诚 所有的一切都要在我们的把控之内 我们要能够掌握所有的行动 而且所有的事情 天蝎座它有一个非常敏感 非常敏锐的一个直觉力 它会敏锐的去感触到所有事情 背后隐藏的一个危机 会进行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分析 10月26号 金星和木星合像在处女座 那金星和木星的一个合像 则意味着 爱情是幸运的 我们会更加去强调医疗健康 社会劳工 觉得这些才是有价值的 而且会觉得信仰是有价值的 一个女人 她只有有信仰 她才是美丽的 10月27号 金牛座满月 金牛座满月则会带来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吃好喝的 而且会去一些高大上的地方去享受 所以在月底的时候 不妨好好去享受一下生活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